十一元周二零开办的咖啡课程是适应不少人参加 其中每个星期四下午在建成里开课的班级 20位成员中仅有一位是男学员 68岁的陈茂己很爱喝咖啡 每天带孙子的他也抽出时间来冲咖啡 三节课下来也越学越有兴趣 上一节交过的红西式咖啡 今天在复习学重一次 从磨豆开始介绍 尽管班上青色都是女学员 但是已经当阿公的陈茂己一点也不确差 接着回到位置上 开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来 每天都和太太是会喝上一杯咖啡 所以这次他就特地报名参加 想不到越学越有趣 平常每天有陪我太太一起喝咖啡 所以对这个咖啡还蛮有兴趣的 本来要娶孙 所以本来是我跟我们太太爱来 我说本来派我们太太来参加 她说你记得好 我回去跟我们太太说 哇 怎么来冲我一个同胞的 大家都年轻的 冲我一个大夫人而已 我们这一次在周一元的帮忙之下 开了这样的一个咖啡课程 报名非常的踊跃 课程里面 唯一的有一位阿公的男性 这个阿公来报名参加 其实我看到学员这边这几个礼拜下来 上课他们都很有心得 都一直觉得老师教得很好 他们也学了很多 真的很开心 今天是第三堂课的咖啡课程 那二十个同学过程当中 有一个是我们的宝 就是一个男生 那他也有六十几岁了 那我想学习咖啡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带给我们这个男的同学 男学员呢 有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忆 跟这样子做法 游诗医员周阿林举办的咖啡课程 虽然才第三堂课 不过从手冲 红吸 还有这一天教的挑逗 老师都仔细教导 学员们也用心学习 而这位阿公学员也特别的用心 过了一个星期 难免有点小忘记 不过还是慢慢的学习 五个人一组 大家共同分享 让学咖啡变得更轻松有趣 学了很有趣 大家也都可以跟他的心得 喝的咖啡的咖啡 跟我们分享 困难是因为这咖啡都多少有 有目的 所以不是说那些困难 只是说久不见 有时候会不会记得这些步骤 但是老师又说一下 就是都会记得起来 那今天老师让我们教到挑逗 如何挑逗 那下个礼拜 真的很开心 很喜悦的是老师要教我们如何烘逗 那在这个咖啡课程的 这样子的一个淋浴过程当中 让我们学习到 如何喝咖啡 品名咖啡 而且还有认识咖啡 也谢谢我们的Candy老师 这三堂课来对我们这么用心 经常喝咖啡 但是活到老 学到老 自己动手 从拿给老师试喝 评价似乎还不错 也希望接下来的课程 和大家一起学习 更多咖啡的知识 还有技巧 这层慧玲 细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